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地藏经里面也列了所谓无间罪 不过这种五种无间罪 跟我们一般说的 沙父 沙母 沙罗汉 婆婆生 出佛生血 不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都包括在里面 它总共也列了五个 从若有众生 出佛生血 这里开始第一个 然后这个 先有若有众生不孝父母 这第一个 然后若有众生出佛生血 第二个 若有众生清损常数 玷污生女 这个第三个 那么若有众生伪坐沙母 这个第四个 然后到后面 若有众生偷戒常住 这个第五个 就讲这个五无间 那这个五无间跟一般我们说的 沙父 沙母 沙阿罗汉 婆婆生 出佛生血 那么有一样的 有不一样 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 但是他 他这里的无间地域 跟一般说的 那么也有一些不一样 他这里的无间地域 比较像是 地域的最底层 最辛苦的那一个无间地域 那一般你说 我们殷城博知道 讲的无间地域 那么主要 主要是 无间地域是在 八寒八热的 八热地域里面的一种 一个而已 那这里的无间地域 看起来比较像是 在地域的最底层 最辛苦的那一个地域 因为对地域的描述 有很多经论 讲的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唯一一样的就是 地域很苦 最苦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 最最重 那么最辛苦的地方 时间最长 在最长的时间 受最痛的苦 大概这个是一样的 那到底有多少个地域 那地藏经是比较 算是比较后期大胜 所以我们说 他前面地藏经讲 那个天 讲那个 讲那个天的那个 就是不同的天 讲的也跟其他的经不太一样 那其他的经没有像他讲 就是他那些 比如说前面讲到 福爱天福生天 这个福爱天 一般是没有这个天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像地藏经 这样的他是比较后期 有一些就是 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当然后期的都是比较会 有前期的 然后再加一些什么 不过他这里讲的 五种五无间罪 他这里讲的五无间罪 基本上 我们在很多绿点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没有说 多无间地 他只是说多地域 那类似像这样的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他这里也讲五无间 若有众生什么 你等一下算就是五个 那后面就讲 五种无间地 好我们继续来看 然后第三个 若有众生 那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 破用常住 七狂八义 违背戒律 种种造恶 好那这是 这是第四种 无间地律的罪 会下无间地律 伪作沙门 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 那这个这里 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 他不是出家的 但是他假冒出家的 这个其实也很多 我在明朝那个时候就有 有所谓的火宅生 火宅生就是 因为明朝开始 金颤流血 金颤很好赚 所以很多人要 要 就是 投屉的 然后加沙披着 然后就是送金 然后做宗尊 然后就是要超度 那么这种其实 当然 其实佛时代没有 没有这种 但是后来 通常就是有利可 然后就有一些人 假冒出家 像我以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有很多从大陆来 那么他假冒出家 就反正那些都很尊重 然后有一些是有一些就是假冒出家人来话语 说他在哪里哪里要盖地藏普萨 然后要要怎么样怎么样 或是要盖什么试验 那因为他在大陆很远 他也不知道 那有一个居士就跟我 跟我问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叫我帮他查一下 我帮他查 我就发现到 他在新加坡已经骗了很多人 所以那么报纸上有刊 我就问他讲 这个是假的 你不要汇钱给他 他就他已经汇了 怎么办 叫银行去支柱 有些没有就钱拿了就拿了 就没办法 那么像这一种其实也蛮多的 那因为信佛的人多 前程 那听说要盖菩萨 要盖菩萨的身像 然后就都会出钱 或盖寺院 或怎么样 那么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假冒出家人 以及诵经赚情的 这是另外一种 那这个是伪作杀 就是你用在家的假冒出家人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你是出家的 但是 有些他是正式有出家的 但是他出家 他跟在家人一样 他是有家庭 还有太太也有 那种也有 但是他实际上 他是真有去受戒 有去出家 那前面那个是 有事的时候就做出家 没事的时候就做在家 其实是这样 有事要送去 他就做出家 或是他要去换 他就出家 然后没有了 他就把这个出家的义务 换起来 变成在家义务 那有一种是 有一种是 他是出家 就没事的时候就出家 有事的时候就在家 就是也有这种 他是出家的 没有错 但是他有事的时候 他就换成在家义务 出去喝酒 吃肉 我们做什么事 也有这一种 就是一种是在家人 有事的时候做出家 没事的时候就恢复他原来在家 一种是出家了 没事的时候他就是出家了 有事的时候他就换成在家义务 做在家的 那么这一种 其实就有这两种 还有一种就是他是出家的 但是他犯了根本件 那么他叫做贼住 那么贼住的话 他基本上也已经不能正式算是出家 那这种其实在台湾社会也有 比如说 那么他被判死 然后犯根本件 那么照理讲 他只要犯了根本件 他就不再是出家 自动失去出家身份 但是他从监狱关回来之后 或是他 他没有人知道 或是他有知道 他也少数人知道而已 所以他自动出家衣服又穿着 然后又到处做出家 照理来讲 第一个他已经不可以再做 不可以再出家 但是他还是做出家 但是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这种其实也还蛮多的 那么像类似像这一种的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 但以前的时候 活灭后不久大概就很多 也因为这样后来 大圣佛法里面有很多 就是灭很重的罪 已经就是还是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这种人 其实是不知道因果的 所以他就会特别强调 像你这样子 如果你不知忏悔 没有惭愧 然后你继续这样 为非作胆 他这里就讲 他说 这个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 你根本就是 没有那个出离心 没有那个出家的心 我就觉得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你说他不是出家 他也出家 但是出家之后 他也不是真正出家 出家不过是剃头穿出家衣服 出家好像就是搬家 那这个其实 也 但是这个如果他所规矩 他也还好 也还好 但是最怕就是 最怕他就是说 所以他讲 破用常住 七皇八一 违背戒律 种种造恶 那么如果他就是 他没有那个心出家 但是他为了过好生活 但是他也所决于 那个也还可以 那个叫做行扶杀 这是外表象 但是也还没有说造恶 违背戒律 这个也还可以 但是这里讲的 所谓五无间 就是造重的恶业 那这样 如是等被当作无间地 那么我们要知道 经典里面描述的情形 都是当时发生的情形 那比如说金刚经讲 这佛灭后五百 就表示那个金刚经流行 在佛灭后五百 佛乐经讲 刚从南方到西方 然后从西方到左方 就表示佛乐经的传播路线 是从南方到西方 从西方到西方 类似像这样 那么这里讲的这些情形 那么基本上就是 当时有的那些情形 然后他告诉你 那其实你照这种 你未来会受种种的苦 那么 在阿安经里面也有提到 但是没有提到这么详细 他只告诉你 那你宁愿用那个红 用那个烧红的那个铁块 去擦你的眼睛 烧你的眼睛 都不要用你的眼睛 去去造那种很重的恶怨 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他这里说到 如是等倍 破用常住七狂八一违背戒律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也不知道 像我有时候 有一次我去一个试验里面 他们有在做法会 他做法会 但是那个宗尊 其实是在家里 他是有家庭的 他的试验 他的太太 什么都住在里面的 然后大家知道 我就问说 那个在家人 你为什么还要请他 他说他翻拜唱的好 他钱比较少 不用那么多钱 这很奇怪 其实下面的在家里 其实是不知道 谁知道 你上面那个中尊 其实是在家里 他有太太 不知道 但是他翻拜唱的好 那我们觉得书胜 其实就是 哇 这个师父唱那个翻拜好好听 就这样 我们觉得书胜就是这样 那其实第一个 这个很多错误 当然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拜一个餐 那参加一个法会 你就消罪战 这我们刚才讲 所以很多居士 像殡仪馆 很多都是需要法师 去超度的 然后因为没有那么多法师 所以有很多在家人 说其实你只要 你只要就是有人 好像有人来练经就好 练了经就心里安慰一点 类似像这样 那以前是 不管他有没有收到 烧一些 烧一些往生钱 或烧一些酷钱 总是觉得 最后进点孝道 四千年都是这样想 这样是不对的 你真的要进孝道 你倒不如 你把那些钱 拿去做善事 用你妈妈的名字做善事 还好一点 真的 还好一点 那其实没有办法说 来念个经怎么样 他都消灭这样 他就比较好 其实是没有办法 你自己痛苦的时候 念一部经会不会就比较好 有可能 但是那个是你自己有受用 但也有可能不会好 所以就好像说 其实经典 经典主要是告诉你 怎么离苦的方法 并不是你送了经就可以离苦 当然你的心力 转注在经典上 有可能那个心 就不会执着那个境界 但也只是暂时的 也只是暂时的 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这个像 像这里有 这种事其实在 特别在明朝清朝 特别多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也很多 也很多 很多都是假的 就是 但是假的有两种 就是他本来是假的 一个就是 他实际上 他出家也不是真的要出家的 那么他的后来的行为 他原来是真的 后来是假的 那有一种是本来就是假的 就有这一种 好 所以他这里有两种 伪作沙门 心非沙门 然后 因为他 他受用的就是常住的东西 所以 那么在家里其实不知道 在家里不是不知道 在哪里能够知道 谁真谁假 那其实不知道 就是出家人看了 也不一定知道 他是真实假 那像我一次去 我就问 我就觉得 华瑜 他这样的习惯 不太像是出家 那我后来看到 他去后面偷偷抽烟 我更华瑜 真的我就看到 不然我就问他 请问你的常住在哪里 问他一些佛法的东西 完全不知道 然后他看我再问他 他很不好意思 他也不能回答 他就赶快走了 那我就确定他是假的 那这种东西 其实 国外有时候也很多 因为一般人 像台湾 佛法知识多一点 他有时候还能分辨 台湾出家人多 那国外出家人没那么多 那只能看 只能看形象 那这种其实 但是真正其实 真正出家 他有一些习惯 而且他有一些道理 也不是你完全没道理 投涕了 那么你就值得尊敬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这个佛陀 其实 在阿安静里面 也有说过 你应该尊敬那一些 就算他是有出家的 但是他不是讲的 但是他那个心也是要出家 应该是这样 才对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是讲第四种 伪作杀人这一种 那这种在后期 佛灭后 其实情形蛮多的 情形蛮严重 那佛陀在的时候 其实没有伪作杀人这件事 但是有很多人 因为出了家看病 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奇佛在看病 他很多病医不好 那奇佛只帮出家人看病 所以他就先出家 把病医好了再还属 就也有这一种的 那么所以后来 佛教就有很多规定 哪些人不能出家 哪些人不能出家 那有些是欠了很多钱 还不起 后来出家就不用还 后来他就去出家 反正就是这样的 有些犯了罪 出家了 过往就不能治他的罪 所以他去出家 所以后来有很多遮难 告诉什么人什么人不能出家 那佛陀时代没有伪作杀人 但是有心非杀人 这种 其实是有这样子 好 那后来就都有 后来就 就是平常是出家 有事的时候就在家 平常是在家 那么有事的时候是出家 就有这些事 好 那么他说这种 未来也会多无间第一 其实这里的多无间第一 通常就是你会长时间受苦 长时间受 比较痛的苦 那么第五种 就是第五种 这里讲的无间 那跟我们一般说的无间不太一样 但也不完全一样 也不完全不一样 那么若有众生 偷窃常住 那么偷窃常住 跟亲损常住 那当然 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也有一样的 就是他 这个 这个 对于寺院 常住其实就是寺院 那的财物 古米 饮食 衣服 乃至一物不予取者 那当然这个是恶心 那这样讲有一些 有一些人就 因为用这样来恐吓人 其实也不是 那 这个 这个有一个居士 就曾经跟我抱怨 说师父 你们有一些出家人 我只是去试验 看那个果子很好 拿一个来吃看看 他就说我会多无间第一 他吓死了 他说以后 我都不敢去试验了 他不知道 他也无心的 那也不是要脱窃 因为他试验里面的果子 当然也不要乱讲 但你要你跟你来讲 其实你 你也不会说 摘了一个试验 种了水果拿来吃 你就都无间第一 那你说地藏经讲的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严重 你是恶心 或是你是怎么样 他这里讲的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 可能在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看试验 那怎么样去 特别去 就是恶意 而且你又不改 所以 脱窃 偷窃 常住 财物 古迷 饮食 衣服 乃至 以物 不予其者 甚至只一个东西 人家没有说要给你 你就 你就把人家拿走 在寺院拿走 那你就会多无间第一 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他只要看你的恶心 但是我们说 地藏经这样讲 其实是要防放于未来 那告诉你 其实因果 那么这些事 所以千万一解 求除无奇 所以你要是有些人说 那地藏经说 乃至一物不予取者 你同时要拿了一个东西 拿了一根草 你又多无间第一 没有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 那有时候 我们有个不小心 拿了就走了 然后后来他发现 这个不是我的 要拿回去 那其实也不至于说 这样就多无间第一 他自己说恶心 然后你常常就是 薪损常住 偷窃常住的东西 有些人就专门去试院 偷东西 因为有些人穷 穷就去试院偷 而且就是趁做法会的时候 做法会是有钱 然后就去偷 我那个 我那个 前几天去护国师上课 他们说法师说 师傅 你的房间要锁起来 我说为什么 我去那边都没在锁的 他说 我们上课的时候 有那个 有人去偷 偷那个 香油香油的钱 然后说 你要去锁起来 那以前我们有时候 很多人都是做法会 以前我们服务也是 服务也是 他们趁法会 没有法会 谁来不知道啊 他就在那边 以为是信徒 然后就趁大家 做法会 没有人的时候 就进去房间里面 偷东西 都是这样 那这种 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是 他也不知道因果 他不知道因果 然后他只是要过谷 或是他偷闲 有些专门去骗出家人 出家好骗 然后有些专门去骗 那么如果是这种就比较恶劣 但是有一些是比较犬 但是即使他偷 要看他的心 也不至于因为偷一个东西 他就会堕无间地义 其实也不至于 但是固然 必然是有业 你说那 誓愿共佛的水果 那你肚子饿 你偷了一个水果拿去吃 你不但偷 偷窃常住 你还偷佛的 那你要下无间地义 不会 不会 你不要 就是说当时他有时有偷到罪业 还要看你偷什么东西 那这里讲的比较严重 乃至谷迷饮食 一物不于其者 那你如果堕无间地义 这个是其实 就是把它说得比较严重 比较有 就是防范 其实是这样 不至于说你从试验 拿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堕无间地义 我告诉你 没有这么严重 业其实是相当复杂 好 还要看你的心 还要看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那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地藏白眼圣母若有众生做如是罪 当堕无间 这个前面讲的就是无间 那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说的无间就是 就是五种无间的业 业缘嘛 一般我们说的就是 撒父 撒阿罗汉 破荷生 出佛生雪 这五件事 会堕无间地义 其实是这样 那无间地义 我们说 这里所有的无间地义 比较像是 十八地义里面 最底下的地义 那 因为他这里也讲十八地义 他这里也讲十八地义 大地义 不过在 在这个 在一般的说法里面 让印尊导师的成果知道 赢的十八地义是 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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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个 然后 尤真地义 尤真地义里面有四个 刀山 抹山 那么 油锅 就是灰和 死坑 这是尤真地义 一个 七个 十七个 然后 这个 孤独地义 十八个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上次我们有讲过 不过可能忘了 十八 十八地义 那这里的 这里的无间地义 比较像是 在十八地义底下 最底下 啊 这个是 八罕 八罗 这个都是大地义 这个是大地义 大就是比较严重的罪 八罗 八罕 八罗 那么尤真 尤真有四个 另外一个是孤独地义 孤独地义跟无间地义 刚好 不一样 无间地义是人永远是满的 那么孤独地义是永远只有你一个 所以他是不一样 那尤真里面又有四个 刀山 火山 游锅 游锅 游锅叫做灰河 灰河地义 然后死坑 都是死的 然后这 他基本上是这样 那无间地义在这里 无间地义在八罗里面的一个 这是依成博之道来说的 但是我们说过 对于地义的描述其实有很多种 有非常多种 那么如果我依这个来说的话 那地藏经讲的无间地义比较 可能是在这个大地义里面的最底下 可能是这样 那无间地义其实在这里 如果我们依成博之道来讲 那么八寒八乐 八寒八乐受苦完之后 会到游真地义 游真地义会一个一个 四个都会经过 刀山 火山 灰河跟石坑 灰河就是像游锅地义这样 就石坑 然后 之后 才从大地义出来 又有小地义 有16个小地义 那这里讲有500个 就非常 就是多了 这个是一般我们讲的 18地义 那我们再来我底下看 他这里讲 他说大地义有18所 因为他这里讲 他说 求占挺苦 一念不得 若有众生做如是罪 求占挺苦 一念不得 摩耶夫人就跟地藏菩萨说 为什么叫做无间地义 地藏菩萨就说 这个地义在大铁灰山里面 大地义有18所 那么其次有500 那一般来说 这个 阿含经里面 长阿含地义品 他讲 无间大地义有16个 就是单单无间地义有16个小地义 地义 到底 有多少天 到底有多少地义 其实 天的话 讲的也不太一样 然后地义的话差别就更多 差别更大 好 他说大地义有18所 那么其次 就是大地义 底下又有500个小地义 名号个别 那么 小地义下面又有 在比较小 又千百 名字一点 那么无间地义者 就是大中小 无间地义者 其遇 周渣 八万人 八这个形容词都是形容多的意思 八的形容词 印度喜欢用八 八是形容多 七是圆满 那七之后再 再上去就八就变成多 那七是究竟圆满 比较是多这样 印度的形容词 那常常讲八万四千八万 那八万都是多的意思 大的意思 其成纯铁 高一万里 城上火炬 少有空缺 这都是形容词 其遇成中 诸遇相连 名号个别 独有遇 名曰无间 就是在18地义里面有一个地义叫无间 有一个地义叫无间 那么 其遇周扎 周扎 一万八千里 那 前面讲无间遇者 其遇周扎八万余里 那这里又讲这个 无间地义里面 这其实他这里讲就变成你看 他前面说无间遇者 其遇 城 其遇成周扎八万余 那这里又讲 其遇周扎万八千里 独有遇 名曰无间 那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重复 其实应该是这样 他讲无间遇者 那么 是指 在 大地义里面 在大地义里面 大地义里面 总共有 就是这个大地义里面总共有八万余里 那 其中 其中有一个无间地义 那么周扎是 一万八千里 不然你变成前面讲八万余里 这本又讲 万八千里 那到底 到底无间地义到底是多少里 那 应该就是说 他 无间遇者是在说明 就是要讲无间遇好 他先讲地义 这个大地义总共有 八万余里 那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层 那 这个 这个叫做无间地义 那他有 一万八千里 遇 遇墙高一千里 那因为前面的大地义高一万 那无间地义 墙高一千 是这样 不然没有两个无间地义 不是 那么西式铁围 都是铁座的 那么上火侧下 下火侧上 上下的火都很猛烈了 铁蛇铁狗 吐火持足 欲强之上 东西而走 那我们现在如果像在烧烤众生 其实就类似像这样 那个 鱼啊 活活的烤 动物活活的烤 烤火鱼啊 烤鸟啊 烤什么都是这样啊 你不是插一个那个 插一个什么东西吗 那或是把那里面火火烤啊 那 类似像这样 其实 地狱就在人间 而且都是 那个狱卒都是人伴 你看那些 动物啊 被 被人折腾 就好像人在地狱里面形容的 系是差不多一样 你去看那些 那些 剥那个 剥那个 海狗皮的 或是剥那个 动物皮的 你去看那种 剥狐狸皮的 剥兔子皮的 那个是火火的剥的呢 那你去看那个 那个小鸡 他如果要咬母鸡 那公鸡 涌出来都用机器马上绞成粉 你看那个就是 铁牛铁骨铁马 然后那烤鸟烤鱼的时候 那个火火烤的 你看那个就是上火侧下 下火侧上 那这种其实你会发现到 无间地狱 地狱不在 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人间 你会发现而且 那些 那些狱卒都是人来做的 那人造恶业 那 当然你也真的要受这个苦 你就会有这个行来受这个苦 那就好像你在受地狱的苦 其实是这样 好我们在底下看 所以 那么 胡火持主 遇墙之上东西而走 遇中有船 骗满万人 一人受罪 至见其身 骗过满船 这个就在讲无间 无间就是没有空隙 没有空档 空间上没有空隙 时间上也没有空隙 基本上是这样 千万人受罪 一个至见 深满船上 罪业所感 破报如是 因为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基本上 不管有没有人 你那个苦 都是 是非常重 你就觉得你最重 你最苦 那么 又诸罪人 倍受重 千百夜叉 即与恶鬼 口牙如箭 眼如电光 首付 同爪 脱业罪人 这个都是形容子 形容你在受业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这种夜叉 恶鬼 其实 大皮包当中 就在讨论这件事 你是依罪堕地狱的 那么到地狱一定要受地狱的果报 可是 那一些地狱的狱卒 他也不受地狱的果报啊 就是说 你上刀山把人上去刀山的把人丢进去油锅的 那些狱卒他也不用受刀山油锅的果报 他为什么在地狱 也讨论这件事 那这个有点像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有鸟 那其实都是划线 所以 他就是把那个人拖着走 那我们说其实大部分都在形容人造业的情形 那你造这样的业你就有受这样的果报 如果有业叉 业叉 业叉 其实业叉还是比较好的 业叉就是要叉 他其实是比较属于四天王底下都是业叉 都是业叉 那些天龙包括都是业叉 那大部分 大部分恶鬼他 其实他是属于比较好的鬼神 罗刹就比较不好 就是业叉跟罗刹不一样 罗刹是比较不好的鬼 比较恶鬼 业叉比较善 四王天那些底下的天将 天兵天将 都是业叉 业叉叫药叉嘛 要是我旁边的十二药叉 业叉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他现在 这个是在形容 只是在形容那一些恶鬼 但其实业叉 大部分是善鬼 好 那 就是这个在形容恶鬼 业叉 十大铁起 重罪人圣 或重口皮 或重腹背 抛空翻街 或置床上 那 你看有一些我们 现在有些人不是钓虾吗 钓上来不是烤虾吧 那个烤虾 大概也像这样 真的啊 然后就在火上这样烤一烤一烤 然后有一些烤鱼啊 或什么样 烤鸟 也是这样 那 基本上 这是人造的业了 然后你 你造这样的业 你就会受这样的报 那自然而然会感召 然后有那一种境界出现 其实 那也有可能你就成为动物 然后被人这样烤 或者被人这样抓 或是被人这样杀 剥皮 类似像这样 那个 有一点就是 你就在受 你就在受无间地狱的罪 还要受很多痴 受非常多痴 非常多痴 所以那就一直受 一直受 一直受 一直在受苦 所以他这里讲 你看抛空翻街或自床上 不有铁英但罪 现在都在都在说明 那这个如果从佛法来讲 这个苦窃 苦窃 罗兰 我说法 菩萨也是这样 他有两种 一种叫做苦窃 一种叫做罗兰 苦窃出色 或是要出色 就是 苦窃也就是说 你不要招惠 招惠 受这样这样的果报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是警告的意思 罗兰 你就是 你照善业会有什么福报 以后升天 怎样怎样 那你布施 以后 以后会 会富贵 你 你磁心不杀 以后会长寿健康 那类似像这样 就是鼓励的话 鼓励的话就是比较属于 罗兰 那么 警告的话 警戒的话 就比较苦窃 那这里基本上 因为后来的佛法 就是佛教 很多人就是 造恶业的多 其实 佛陀时代造恶业的也很多 也不是没有 但是因为很多人弘扬佛法 这些大阿罗案影响了很多 所以 大家行善的多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来看 台湾行善的算是多 台湾宗教信仰 所以 造恶业的比较没那么多 真的 所以他有他的足法 有一些人 你如果到其他国家去看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人就是习惯脱到他也不会觉得 有些习惯杂症 有些邪淫业习惯 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他们不以为恶 台湾人 宗教信仰好一点 就是 大部分的人不管你信道教 信基督教信佛教 基本上都有 离恶向善的多 多啦 喜欢行善的多 那么这一点其实是 因为共业所感 所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 即使灾难来的时候 他 很快会过去 或是不要那么严重 但是共业中还有别业 不过大多数人形成的业 他就有一种自然 自然形成的 这一种果报 其实是 所以 像佛法特别讲业报 其他的宗教 没有讲业报 但是也都是离恶向善的多 离恶向善的多 但是 比如说 但是有一些为误位 比如说很多人杀生 要去摘天祭天 那么这个就变成 就变成 杀业就会中 那 就所以 但佛法里面 他很明确的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事 所以 造业 如果你真的明白佛法 比较不会造 比较不会造恶业 不是说都不会 比较不会造恶业 其他的宗教 造恶业的机会还是有 比如说你杀生来祭神这件事 他就他就有造恶业的机会 但是宗教信仰 毕竟会让人比较容易向善 还是好的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接下来的形容词都 就害人天文 单单单单这样看起来就不舒服 虽然不是在地狱但是看起来就不舒服 想起来就恐怖 会这样 那这个我们就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富有铁鹰 但罪人目 富有铁舌 脚罪人紧 老鹰 然后 夺你的眼睛 那么铁舌 脚你的紧 百姿节内 膝下藏丁 就是你的手脚 都给你 都给你盯着 盯在这个 然后把舌根里 把你的舌头拉出来 然后那个铁铁楼在上面跟 都讲到 讲到有一点点 虽然抽象但是 又很具体这样 抽肠措掌 把你的肠抽 把你的肠抽出来 然后 一剁剁剁剁 样铜罐孔 那个那个铜啊铁啊融化掉很热 从你的口罐进去 我们单单单单单看文字想到就觉得 怎么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所以有些人 无地上经读到会害怕就是 后面有很多鬼 这里有很多想到 有些人读到会害怕 那后来就说在家里不要读 第两件 其实这个都是新生出来 那你说你后面读到很多鬼鬼都会来 那前面那么多菩萨 菩萨怎么不来 不是这样子 他这个就是苦气而已 要给你借用 所以 他说 热铁缠身 那个很热的铁 跟你的身绑在一起 你看那个多痛苦 万生千死 夜感如是 其实你要有照那个夜你才会受这样的苦 你这样对待别人 那么你就自然而然会受那样的苦 就是你偷窃别人的财物 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有 有财物被轻损 或是 或是 你 你 所得都不足的这种情形 会损失的情形 你伤身害命 你自己本身就会短命多病 那个命不长 然后那个身体不健康 那个就是从夜来 如是阴如是果 其实这样 那 我们不去照那个夜就好 那这些其实 他只是跟你讲夜报 不适合 那跟你讲就是要让你知道不要照这种夜 如是而已 那你照了这个夜 那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照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因果 而且要深信因果 先要明白 然后要深信 然后要怎么样 然后要 不去照做恶业 最重要要这样 那过去已经照怎么办 忏悔 以后不再照就好 这样就好 这一过去做了都做了 你也不要一直纠结在 我有这个夜我也会受这个报 不一定 会不会受报还不一定 因为要看有没有成熟 那如果已经成熟 那受报的时候你也有能力 你多照一点善业 就好 你也有能力承受 其实这样 你的心已经不一样 所以也不要担忧 不要担忧你过去造什么业 但是要明白 你过去造什么业 你未来要多 比如说你过去杀业众 你这一生 你这一生就要努力培养你的慈心 然后努力 努力 利益众生 就是 救护生命 你过去的拖到业众 你这一世就是要 尽量 培养你的舍心 因为他是从那个心来的 培养你的舍心 多做 布施 包容众生的事 这个叫做福报 扩大你的信量 你过去中的邪淫业众 你这一次 你这一次 就是要 要注意你的那个浴滩的心 然后 多做 这个弘扬佛法是端正 端正社会风气的事 其实就是这样就好 就好像 世青菩萨 以前毁谤大圣 他说要把舌头剪掉 你用这个舌头 你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圣 你剪掉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你就用这个舌头来弘扬大圣 就好啦 阿者四王 阿者四王 你看 那个 王柱提伯达多破何而生 然后又杀父子 然后 后来 后来你看 佛头也告诉他 你忏悔 然后努力改过就 所以他后来 不止大家设结极前典 你看 也是这样 然后又弘扬佛法 只要这样就 央决魔龙 过去杀了那么多 他是他努力修行 从此后没再起承认心 然后努力去度化众神 律义众神 这样就好 所以过去我们 曾经因为无知 曾经因为无力 曾经因为无奈 不知道造了业 知道了 但是习惯 克制不了 还是造业 或是被逼着要去造业 常常会有这种情形 那怎么办 现在努力修善业 结善业 然后发善心 种善根 另外让你 因为你已经 有正知正见 种善根 你就不会去造作恶业 你不会再因为无知而造作恶业 大部分是因为无知不知道 哪里知道这样错 对不对 像我以前很喜欢钓舞 我哪里知道钓舞是不好 钓舞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活动 以前人家告诉我的 对不对 我哪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 所以 所以就变成我们不知道 无知 虽然知道 还有一种情形 我虽然知道这样是不好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烦恼 我知道我做不到 还是造了怎么办 所以你要多造善业 然后多培养善心 那你那种无力的情况 减少 你心可以决定你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因为习惯 我们不想这么做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这么做 这个就是无力 你无力对抗你的习惯 所以你要在 那个 境没有来的时候 你要多培养你的这个善心 让你的心有力量 你念佛 念法 念生 或是你了解道理 道理越深入你越有力量 那你不会有那种无力 而去造业的情况 那你明白佛法 正见因果 你不会有无知而造业的情况 那么无奈还有一种是无奈就是因为 我不想造业 但是我也可以让我不造业 但是我被逼着要去造业 人家恐吓你啊 或是人家怎么样 你如果听我的话 我就要杀你 我杀你怎么样 或是要让你怎么样 被逼着要去造业 平常他自己决定他不会 可是他不由之 他没有办法决定 他被逼着要去造业 那怎么办 那个就是 一般会有这种无奈 恶缘 那个是恶缘 那个无力的基本上 会有恶业或恶习 那种习惯 他没有办法 他心力不强 他的缘不好 所以他也会去造业 会有 会有这种情形 就好像说他的儿子都没得吃了 他为了要他儿子 他不得去偷 抢 要不然怎么办 要不然把他饿死 他就无奈 他平常有得吃 他不会这样做 那这种就是我们造业 我们会造业基本上不离开这几种 一个就是无子 这个是最大的原因 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 然后知道哪一些 哪一些事可以做 哪一些事不能做 那么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然后不是知道就好 知道做不到 所以怎么办 平常要培养 让你的心有力量 你常常这样想 变成习惯 习惯就变成失落 有造业的 有造善业的习惯 那有些人就有造业的习惯 有些人钱很多 但是他脱窃成习惯 他不脱他觉得难过 真的有些人 钱很多 但是这个他 这个对他来讲 这个不是什么 但是他就是喜欢那种脱道的感觉 有些就是这样 那么他就是他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必须要训练 训练往回来就好 要坏习惯 所以你必须要训练 那我们有鱼吃的习惯 邪见的习惯 所以要训练 你要训练 不然你心里面老是 你会习惯往错的地方去 往错的地方想 用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这样就是一种习惯 你不要把它养成这种习惯 那会到你这样的 那无力 所以你要种善根 种善根 深信因果 明白道理 那你要照善恋 让你的心经常做善 习惯做善 你就不会有无力的情况 那你种善根 你明白道理 有政见 你不会有无知造业的情况 不会因为无知而造恶业 那你造善业 多造善业 常常在造善业 那么你心会有力量 会有那种善的力量 习惯善的力量 你不会因为无力而造业 你多结善业 你不会因为有无奈造恶业的情况 那你就从这个地方做起就好 那么你 你 你已经做了那就做了不然怎么办 你又不能说那好我用时光机器回到过去还没做的时候 没有办法 重点不在你过去造了些什么 重点在你现在要做些什么 未来不要照做些什么 要照做些什么 所以不要一直把 因为有些人会忧悔 一直在忧悔里面 一直在 一直在啊我错了我怎么办 啊我以后要受这个果报不需要 不需要 你就好好 你就好好从现在开始 革新洗面就好了吗 过去种种譬如走路时 未来种种譬如金路深 你就从现在开始做好就好 以前不知道就不知道做了就做了 以前做了不能 没有办法 回到不做的情况 重点在 已经做了不让他成熟 已经成熟受报以后不再做这样就好 重点在这大家要记住 要不然你会觉得啊我过去怎样怎样 过去都过去 现在才是最重要 现在一直到位 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 你会造作恶悦我们说过吧 就是因为无知 就是因为无力 就是因为无难 那你做多种善跟明白正法 修身心灵果了解灵果 你就可以不会因为无知而造怨 那你多造善业 养成造善业 起善心 造善业的习惯 你就不会 心有力量 现在行善的时候有力量 行恶的时候没有力量 因为习惯是一种力量 那你就不会因为无力而造怨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 往善的不往恶的 那你多结善 你就不会有被逼着 无奈要去造恶业的情况 虽然你不愿意 但是你被逼着要去造恶业 有些也是这样 他比如说他海关 他不愿意贪污 可是大家都贪污 你不贪污 他陷害你 你要被逼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可以做主你不要 但是 我们只是举例 那有些很多这样的 那警察也一样 那有些你会被逼的 好人会被坏人所逼 为什么 你那个恶缘不好 你就是会到那个地方会被 就你那个缘不好 如果缘好就是 大家会鼓励你往善的地方走 如果缘不好那这些人 会努力想办法让你往不好的地方走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恶缘 过去没有广结善业 所以 所以现在要 现在要 深重善根 那么多造善业 广结善业 你就可以不会因为无知而造恶业 不会因为无力而造恶业 不会因为无奈而造恶业 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过去过去就过去 过去 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 是从佛法中得到新生的我 现在的我是佛弟子 过去的我因为不是 或是我没那么深刻 现在的我 一分一分的向上 向上 向解脱 这个才是最重要 不要一直活在过去里面 不管你过去做错过些什么 努力改过 有罪则忏悔 忏悔则安乐 忏悔则亲近 这样就好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我发现有些 不了解因果的时候不会害怕 不了解因果 天天都在想 糟糕了 怎么办 那个心 反而没有力气 你知道吗 天天都在等 第一线前 不是惨了 想办法要去消第一的业 练什么做 练什么做 参加什么法会 什么法会 但是也不知道第一的月消了没有 天天都想把第一的火要烧到我这边来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自己给自己下死 你知道吗 佛法永远都是 积极的 乐观的 都是 让你往好的地方 讲这个地义不是要吓 不是要吓 而是要 警惕你的而已 苦切你 警惕你的 不是讲很多罪要来下你的 不是的 告诉你不要去造 当你已经造了怎么办 忏悔 忏悔努力改 言喻经讲的吗 努力的向上 修身修心修见 这样就好了 这个要记得 要不然你现在等下看了无间罪 天天想 我有没有造无间罪 造了怎么办 你回去赶快拜地上菩萨 我告诉你没有用 你不是拜地上菩萨就会消 假设有 你应该要 你应该要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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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努力造善业 重善跟结 因为你你会造恶业从哪里 从你不知因果 现在不是你过去造了什么 而是你未来会不会造恶业 这个才是决定 所以你要赶快了解果法 有证件为什么可以不剁三二道 有证件的人他过去没有造过无间业吗 可能有 但是 就是他受报 假设 假设 他要受报 那么他也会重罪轻受 长罪短受 那么他 没有成熟的业 没有成熟的业不会再成熟 永远不会再成熟 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要证件真上 要常常修学证件 那记得 好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这里讲 他说 万死千生 夜感如是 动精一劫 求出 无弃 那么此界坏时 寄生他见 因为这个地域的神奇很长 那么可能一大劫 地球就坏掉了 这个世界就坏掉 世界坏掉的地域呢 地域不会坏 那么 就是寄生他去 移到他方地域 继续受 这寻起还没完吧 这个建立要拆了 到 就 移间 移间到其他地域 继续受 那其实也没有真正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业感 业力自然感召的 他也不是真的说 把犯人 把犯人 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不是 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寻在那 这个世界坏 地域不会坏 这个世界坏 世界中的人的业果不会坏 你如果在这个世界呢 世界坏了 那我的身体也坏 我的业也坏 业不会坏 瘦完才会坏 那没有瘦完的时候 他就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夹死百千节 一样夹死百千节 那么你没有瘦 那么这个业不会坏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议 火爆完自受 因缘会议 因缘合合 我们不让他合合就好 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 我就不让他成熟就好 那你学了火之后 多数都在造善业 你先成熟的业 一定是善业 那业是重者先报 守者先签 所以你 你学火之后 你多造善业 你先成熟的业 一定是善业 如果你学了火之后 先成熟的业是额业 那表示 你还一直在造额业 你让那个额业成熟了吗 其实是这样 所以 他这里讲 此戒坏时 寄生他戒 他戒坏时 转寄他方 因为 比如说 比如说地 八万大截 可是大截 可是这个地球 只有一大截 他都沉住外空 一大截是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沉住外空 是一大截 一大截是 沉住外空 可是你的地益 不止一大截 五百大截 五万大截 所以 这个世界坏掉 你的业果还在 一样 所以他方坏时 转转相近 不是真的移到他方 不是 他就是继续存在 他不会不存在 那么此戒承诺 防护而来 他的意思就是 他先移到他方 然后 这个世界又移回来 其实 实际上也不是移来移去 实际上就是 你这个业果就一直存在 那 那么等到这个世界 成 你就感觉到 又在这个世界 的地域里面 那么 他的说法就是 这个 世界坏掉 因为你说坏掉就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不过地域 因为他这里的地域 是依铁为山 因为他是依铁为山 那么铁为山在地域的核心里面 第 不是在地域 在地球的核心 在这个世界的核心中 在地形中 这个 世界坏掉了 没有铁为山 但是他这个是依附的 就是感觉这个依附的 那 就好像我们的业如果没有进 就一直生死 一直生死 一样 那 在这个世界 他那个世界 只是换个地方而已 好 所以他这里说 无间罪报 其事如是 又五是夜感 故称无间 何等为五 为什么叫无间地义呢 一般来讲就是没有间隔 没有间隔 那这里有五种 一个就是时间上没有间隔 日月受罪 已至结束 无时间卷 见其实就间隔 那 时间上 就是一直在苦 一直在苦 因为我们的苦 像我们的苦 有时候苦 有时候不苦 那 有会短暂的不苦 但是无间地义没有 没有短暂不苦 这样这件事 就一直在苦 一直在苦 第二个 从数量上 一人一满 多人一满 那 就是你会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 其实就是满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在受苦的时候 那个地方都是充满 就是他前面有讲 你就遍满这个床里面 都是你 都在受苦 那么 第三个 罪气插棒 鹰蛇狼犬 堆磨 拒绝 错 磨汤 铁网铁绳 铁驴铁马 身隔 若手 火斩掉了 剥皮 火火都剥皮了 然后把头悬起了 热铁骄身 这个我们看这个字 都知道 我就是说 单单 这样看这个文字 想象就很害 就是感觉到 怎么这么恐怖 鸡吞铁网 可饮铁汁 从年 自检 时间上 苏纳由他 苦楚相恋 更无间断 就是这些罪 这些罪 一罪一罪之间 没有间隔 没有间隔 我们的苦还会有间隔 这个痛完了 稍微不那么痛 没有 他没有 这个病完了 然后过了多久才又生起他的病 没有 这个苦受完马上受这个苦 这个苦受完马上这个苦 而且苦跟苦之间没有间隔 苦跟苦 这有种种的苦 没有间隔 那么顾称无间 就是受种种的罪 种种罪之间也没有停的 没有间隔的 那试着 不问男女 男子女人 那么 羌胡于底 羌胡于底就是比较一般讲 比较野蛮的人 羌胡于底 不问 不问你的人种 不问你的性别 不问你的年纪 不问你的贵贱 基本上 或龙或神 或者不是人 是龙或神 或天或鬼 罪行业感 西同受止 那通常是这样 你是从天 下地狱的 但天不太会下地狱 但也不能完全避免 但是说 很少 天人不会下 不太容易下地狱 天人 比较有听到 基本上有可能 就是多畜生道 但也不多 天人下来基本上都做了 因为他福报大 那他有时候有大善大恶 但是他的善业比恶业多 所以 他 他这个善业受完 因为他天没有造什么福报 所以他会直接 到地区 因为 但是因为他的福报 他大善大恶 那比如说我们说武则天 武则天就好 或是随阳帝 他也造很多大的善事 但也造很大的恶事 他也杀父啊 杀很多 那个武则天也一样 武则天 你看他对待那个皇后 那么残忍 他也 但是他的善业如果比较大 那先受善业 可是善业受完 他那个恶业成熟 他就会直接落地 也会 但是这种人比较少 比较少 非常少 那所以天人直接跺地医的 非常非常少 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就是天人下三二道的都少 通常天人大部分会来做的 但不是说都没有跺三二道 三二道就是鬼畜生 经典里面也有讲 天地是 跺入猪胎 驴胎 他跺入驴胎 也有跺畜生道 但是不多就是 因为要生天的善业都要做很大 但是善业做很大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恶业 这些恶业会成熟 那生到天上之后就很少在做善业 不太在做善业 不能说都没有但是就比较少 所以 他的善业 瘦完之后 他就要多恶到 通常是这样 但是一般的一般会造大善业的 通常不太造比较粗重的恶业 比较没有 好 所以 天不太容易跺地 所以他这里讲或天或鬼 鬼也不容易 鬼也不容易 鬼基本上就是他做鬼道 那如果他更重他直接做地 通常鬼 瘦完你会来做人 通常是这样 他也不容易在跺地 就是三二道不太造业 三二太不太造业 那么如果他第一的业状 他会先去地狱 他不会先去鬼道 其实这样 所以他现在这里是在讲 就是说你如果要跺地 不管你是六道中的哪一道 天吗 鬼吗 那前面五道 他修罗 这里讲比如说天啊鬼啊 畜生道啦 龙也是畜生道 那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有这个业你就去受 罪行业感 西同受之 他意思就是不管你过去生是什么 不管你过去生是什么 你既然来到地狱 那么你就受地狱的业 也不管你是男士女 你的种姓是贵是贱 那么是老是少 就是你过去生造业 你这生来地狱 不管你过去生 曾经做过天人 曾经做过鬼 曾经做过什么 你这一生来地狱 那你就是 就是要受这种苦 那所以叫做无间 就是在 这个 人 在这个 众生之间 没有间隔 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所以他都无间 没有差别 时间上 空间上 然后 这个 这个 都没有差别 然后 罪苦 受苦 受罪上 没有差别 众生之间也没有差别 所以就说无间 然后第五个 落堕此欲 从初入死 刚你从刚进入无间地 到百千节 一日一月 万死万生 求一念间 赞助不得 就一直在苦当中 所以千死千生 他不会死 所有的众生都怕死 所有的众生都怕死 只有地狱怕不死 他要死死不了 真的是 求死不得 死了就不用再受苦 没有他没办法死 他没办法死 也没有尽之后 没办法死 而且 一旦 就是他以为死 其实没有 他就一直 而且很快 他没有间隔的 就一直 那么在受苦 一直在受苦 所以 求一念间 赞助不得 他就要万死万生 除非夜尽 方得受生 除了你夜 夜报尽之外 你没有办法出这个地狱 没有办法说 死了之后 受生就是到其他 地方受生 你没办法 你在大地狱 你说不啦 我去小地狱 也不行 你就必须要待大地狱受苦 受完苦才去小地狱 通常是 你现在大地狱受苦 大地狱不是每一个地狱都去的 不是 你在这个地狱大地狱 这个地狱大地狱 大地狱晚了 到油真地狱 油真地狱就是 刀山火山 这四个油真地狱晚再去小地狱 小地狱晚有可能去 畜生到鬼道 就这样一起上来 在受完鬼道出生到苦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 再做人 通常是这样 很少说地狱上来直接做人 不太有 不太有 不太可能 一定要再经过这些地狱 然后再上来做人 做人的时候 假设你杀身越重 那么你就短命多病 假设你偷到越重 你就贫穷卑贱 假设你血淫越重 那么你就眷属够乱 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在看你做你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还有没有造业 有些人受苦又开始造业 没有钱就偷就骗就抢 那这样又继续造业 好不容易上来做人了 因为不知道 又继续造业 又下去了 就有点像你从建议 受刑 受刑受完 那你出去了 又因为辛苦 又开始 从操就业 又犯罪又进来 像我之前去监狱的时候 很多吸毒的 吸毒的跟偷窃的 最容易 好像 三个月或半年之间 就一定大部分 大部分都会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受不了 偷窃 他好像是偷窃跟吸毒 这两种 很容易 三个月半年之间 像有三分之一的 或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回来 我以前看了忘了 就都会再回来 那造业 所以你要有观念 你如果在 监狱里面已经知道这个 你就会 在监狱里面就要培养 那 或是你有这个证件 你就比较不容易 你会忍耐 受苦的时候 你会忍耐 不再起烦恼 造业 受苦的时候 尽量 不起 烦恼 没有办法不起烦 尽量控制 不造二约 已经造了二约 尽量想办法 不要继续造 就这样 你要这样做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心 因为 你知道苦 你知道道理 所以你会 不断的 让自己 不再这样继续 你要让自己不受苦 就让自己不造业 让自己不造业 最好是让自己不起 那你没有办法不起烦恼 你就要想办法 起了烦恼 控制烦恼 不造二约 没有办法 让自己不造业 不要 不要一直造二约 想办法 那你要有这个心 你就会转 要不然你没办法转 你会一直 恶性循环 一直这样 起获造业受苦 起获造业受苦 因为 起烦恼造业 因为造业不断造业 月报成熟 受苦 受罪业 受苦的时候又容易起烦恼 因为你大部分在什么时候起烦恼 受苦的时候起烦恼 容易起烦恼在造业 那造业又受苦 就这样 所以你有了正知见你就比较不会 你比较能够控制烦恼 觉察烦恼控制烦恼 控制 控制你的身口不就好 受戒就是 你不能受戒就是在你不能控制你不起烦恼的状况下 控制你的身口不要去造业 就是这样 我想杀那个人 但是我今天 我受五戒我不可以 我想骂这个人 但是我今天受罢官加戒我不可以 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你 他为了让你受戒 所以这个叫做律于戒 如果你已经养成习惯 你不用 你你也不会去犯 那一般的人必须要规范 规范 那你你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要花多少钱 今天这个规则撤掉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那你怕花钱 所以他基本上他会给你 像讲这个也是这样 给你 设一个范围让你不要超越 你可以起烦恼 但你不能起烦恼到 到什么 到 到造作恶业 不能可以造恶业不要造出众恶业 是这样 这个佛法里面当然 你说 我知道了我就不起烦恼不可能 我知道称心不对 我就从此不起称心 我知道 我知道骗人不好 我从此就不再骗人 那这样大家都成果 哪有那么快 所以他必须要控制 就是你有心 第一个你要先有心 那你知道了 你知道 苦患 就是你知道你不这样做未来会受苦 你不想让自己未来受苦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 做不到想办法让自己做得到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好我们先把这个讲 把这里讲完 所以 因为这样 从初日死到百千前一日月万死万生 求一念间暂住不得 除非夜境方等受生 因为这样叫做无间 地藏菩萨就跟 这个摩尔夫人说 无间地狱 初说如是 这个是大概说 大初说就是我大略说 我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 如果真的要讲 一节之中都讲不完 那其实那个是夜报 夜报差别太大 摩尔夫人文以仇雍 不要说摩尔夫人 我们现在这样看了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 心里心情都觉得不没力气 所以合掌顶礼而退 好 那这个是讲夜言 就是造业的音缘 后面就是讲夜感 那也是类似讲这样 他后面有 有讲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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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萨的母亲的这些音缘 他过去 然后为什么会多 多地 讲这个 好 那我们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别闭上 真正佛 事 你